二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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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氣方向盤 唯一有溫度的改裝品 Ultra Dash 地標最強的Dual Lens 欸 要錄嗎 對 要講上一次是什麼時候是不是 上一次是什麼 三次就那個啊 嘉義啊 寫塔 噢 那個醫生那個 落選了嘛 這次要去那個新竹 租客台灣電動車密度最多的地方 租客他路上都可以踢到電動車 都科技碗粿你知道 不是科技新貴 化妝的叫化妝師 男的化妝師叫什麼 你知道嗎 男的化妝師 對啊 偉忠哥啊 Let's go 你要吃高鐵便當嗎 我不用啊 啊減肥齁 對啊 現在阿呆的樂趣就是在看那個 影片下面的留言說阿呆是不是瘦了 沒有耶沒有認真看的 蠻假的 我們今天就是去收一台電動車 欸又要收電動車 我們很久沒收電動車 好不容易 我們上一台電動車是什麼 Sotera 今天又是一個不一樣的 很期待我也蠻期待的 好亮的停車場 對好亮的地下室 他們全部都閃到旁邊 好像看到鬼一樣 那先借我放一下東西 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這個平常是誰開比較多 都有 因為當時我剛下班 因為我去園區這樣 我害羞你看 有四個人在旁邊看我表演 太害羞了 第一次看到這個吧 我說實話有沒有 我連有這個車我都不太曉得 我一直以為電動是XC40 對 它是它的變種車 Coupé版 就類似 X3跟X4一樣 是喔 對對對 或是GLC跟GLC Coupé一樣的意思 就對了 沒錯 剛好都很喜歡Coupé 長姿勢了 所以基本上它的車格是一樣 只是它後面是做鞋背的 比較有流線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造型 我看一下它的屁股 難怪我們都看車頭看不太出來 它這個是全景天窗嗎 對 全景天窗 真的耶 還沒有 有沒有很像那個 日食Coupé 對啊 這個耳朵跟那個BD4S很像 Recharge Twin 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不是你要帶去歐洲出差 不是不是不是要送你們的 不是要給外國人的喔 你跟阿呆哥一人一個 小事哥跟阿呆哥一人一個 太客氣 那個紅色裡面不是禮物 紅色裡面是它的那個 資料 你有看到它灰色的資料 對 這個跟上次生日快樂 異曲同同之妙 對啊 通常以前 爸爸要追媽媽的時候 打開裡面是花 有沒有 電視都是這樣演的 你知道嗎 我們打開有沒有 我們不能製作東西 你說啊謝謝謝謝 搞不好人家是等一下 要去拜訪親戚 如果我們萬一一打開 我們就說謝謝 那如果是 如果是他的話 他怎麼下車 只好等一下再去買 對了 怎麼稱呼 王 王先生 小王 小王 小王聽起來怪怪的 對對對 可不可以跟我們 大概說明一下說 當初為什麼會 選Volvo的這一台 Z40 對 然後沒有選其他的電動車 其實一開始電動車也是先考慮特斯拉 然後特斯拉去看的時候 就是覺得空間各方面科技感都很好 但是他那個組裝 我同事就是叫我說 你咬一下他那個儀表板跟那個 跟那個中控 我就覺得 真的就是有點 有落差 鬆一點這樣 然後加上他那個 車子的組裝 我不太能接受那種 縫很大 會有點點強迫症 所以特斯拉就入奧了 在這台之前其實是先訂 V&W iX1 大概等了快一年都 急著用車 對剛好急著用車 所以還是 就是剛好去看Volvo 然後會選Volvo 其實有一個契機是 那時候不知道是YouTuber還是什麼 我兒子剛好看到Volvo這台車 他的那個平台可以下那個水池 然後下水池之後 整台開上很多沒事 他整個那個電池 多深 多深 就是整個滅頂 屁欸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頂然後安全係數就不用講 他本來就是以安全出名 然後整個電池的封裝啊 然後整個車子的結構看起來都蠻好 因為像那個 有一個那個 另外一個YouTuber就不要講 他就把它頂起來 然後就是看底盤 黑科技 對對對然後整個底盤的那個安全性跟前後結構也都比特斯拉 然後主要是又有線車啦 就是馬上要馬上就有 你有沒有想過有線車就是賣不好的感覺 有有有有有 但是因為那時候想說買電車一定會開很久 可是其實你那時候應該也沒預計到說 這麼快就沒有沒有 就會要出國對不對 他這很新欸 2023年的泡9000公里 他買的時候他哪想得到那麼多 雖然是這樣 當然我們經濟狀況允許是沒關係 可是很多人真的 為什麼那麼講求妥善率跟那個保值性 就是你永遠不知道未來是怎麼樣 對不對 如果有一天真的忽然要外派 或是真的用不到 很多人都問我們說 小四你走那麼多 那麼新的車在賣 各式各樣的原因都有啊 真的啊可是我覺得他這次這個原因是好的啦 因為出國就等於是這個 有一點加薪的意思 升官的意思 條件夠 欸我舉家遷移欸 對不對 那條件沒有一個水準那麼行 小朋友要去那邊唸書對不對 我就大概看一下車子 可以可以可以 我用退的好了 這樣你就不會拍到他們 洗掉的時候很帥 什麼意思 可以先解鎖 中間解鎖 對 然後他會升起來 喔這樣跑上來 然後鎖 收回來 你就喜歡這種的 那檳榔餐前面的跑馬丁不是很像跑 欸理髮廳還會轉耶 你怎麼不喜歡 欸後座蠻大的耶 可是喔那個出風口看的就是 就是VOGO的出風口 對 直立式的然後銀色的 然後它是中間是布椅嘛 兩側是皮椅 欸是雞皮嗎 那你摸一下 因為我沒辦法摸 不是喔 布的 充滿電 你有沒有記過大概的 有喔我環島過了 所以 實際開大概 350到400 因為我不敢 不敢開到低於10%啦 所以 喔對 大概就是10%左右大概 350到400 它NDC號稱5600 對大概600嘛 600才會是400 對我上次626嘛 626也是差不多300多400 欸雙電動椅 這駕駛座有機 欸音響是有牌子的耶 Harmengarden 漂亮喔 它的特別之處跟XC40在哪裡 我沒有比過 但是我就是 自己開起來的感覺啦 操控應該底盤低一點 數據上 就是底盤稍微再低一點 然後操控上 我覺得比較沒那麼晃 喔當然 因為它電池比較穩 對對對 沒那麼晃 我是說它其實應該內裝的部分 都城都是一樣的 內裝好像幾乎一樣 我看起來好像幾乎都一樣 好像那個地圖不太一樣 就是如果等一下你進去 嗯 坐在椅子上 對 它會直接啟動嘛 然後它那個示板是會亮燈的 然後它是瑞典的等高線地圖 對 這麼專業 對 它那個示板還蠻特別的 它當初的定價是200 因為我這是雙馬達的 雙馬達 雙馬達是229 229 對 不過沒有白色還要加2萬 是要230左右 不過一定有折價好不好 來 等高線是不是 不是啊 它直接發動了嗎 坐上去就發動了 它直接就發動了 對 所以它沒有啟動鈕跟 沒有Push Start 對 現在直接排就可以走了 對對對 那等高線在哪我沒有看到 啊 我知道它這個是會發亮的啦 對啦 這裡 拍有出版 這很像地圖啦 是不是 看完了 那它這個充電是在這邊 然後是直接 它是電動的嗎 還是手動的 壓一下就打開 好 就是一般的 所以它也是這種 這個叫做 CCS1 對 然後就只能放旁邊 它沒有做到很完美的 你做這個 對 新竹這邊的電動車很多 越來越多 我懷疑新竹是 全台灣電動車密度最高的地方 應該是 像現在新竹的新建案 連那個停車場 就是都已經幫你拉線拉好了 就是你只要自己 裝那個充電器就好 這邊可能沒有 這個好像沒有 對對對 這個要新的 幾月交車的 5月 還不到一年耶 那你覺得在這段時間內 在充電上面有沒有遇到什麼問題 如果是在市區跑完全沒問題 完全沒問題 台北啊 新竹啊 台南也沒什麼問題 但是環島的時候 我就覺得 花鐘的充電站 尤其是跑山路的時候 對 怕怕的 一點點抖 會想提早充電 對 因為它那個有時候一個路程 一個山 你要翻過一座山 其實時間蠻長的 翻過一座山 雖然說下山它會回充 可是 就會提早規劃下一個充電點 然後可能20-30% 40-50% 就要先去了 對 因為其實他們另外還有一台BMW汽油車 對於王先生來講 你覺得兩台車雖然不能夠這樣做比較 假設未來你又回來台灣 要讓你再選一台 你是會選電動車還是會選汽油車 那我會選油車 我還是會選油車 對我會選油車 就是可能比較沒有那麼有閒情抑制的時候 對 尤其是現在其實電動車越來越多 其實有時候我們新竹幾個那種比較大的 就是休息站或是大賣場 你可能進去你想充也沒位子 就是被特斯拉 對 就是他們都在充電 對 你只能停一般的車位 因為他們數量比較多 它前面是引擎還是置物箱呢 那個置物箱 它這個其實跟一般的開引擎蓋還是一樣的機制 它還是有一個這個 對 然後這個是塑缸的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還有做一個蓋子的 對 那個是它的鋁充跟原廠的腳踏邊 Porsche都沒有做蓋子 爛透 好啦 那我就 我們這個車應該到現在為止沒有出過保 沒有烤過漆吧 沒有 有烤過漆 哪裡 那個後面 這邊一點點 後尾門是不是 因為有一次停在紅綠燈 然後有一台那個車子稍微過來 輕輕的碰了一下 就這邊而已 是部分還是原廠粗保的 其實是只給原廠粗保 它沒有把這個要換掉吧 沒有 它沒有換 OK啦 97% 遠輕 還是要算一下面積 這塊跟這塊是分開的 所以 不像一般的車可能要做整個 它就只要做這個 長方形這塊地方 這個有個家族是不是 有一個車 車友會 車友 然後有設計一個簡單的貼紙 對啊 這毛毛一定要用這個 鹿角 就跟奧迪一定要放一隻壁壺一樣 好啦 搞定了 這個地方好過期嘛 然後沒有出過保 2023年9月的 跑9000多公里 這個價錢要講 我覺得我應該算蠻 蠻勇的 應該沒什麼不好講 其實我也不知道問誰 其實我是參考了一下原廠 還有其他的人在賣 他們都賣在200萬左右 但是我覺得啦 坦白說啦 如果他新車價錢是230 然後再加上他的Volvo這個品牌 再加上他沒有那麼主流 再加上他們 Volvo賣車的習慣 再加上他的對手 我覺得賣過200萬沒要嘛 因為我們也跑了9000公里 對而且快一年 所以我覺得賣200萬 那個應該都是 之前買的 咬到的 就是大概是買680台機店 那種感覺 所以他現在沒辦法 他還在等 我稍微自己推算了一下 我自己覺得說這個車如果來賣個180多 甚至190萬左右 我覺得可能比較會有讓人家想買的意願 我也沒有多想 我就跟這個王先生講說 不然就175萬 沒想到我跟妳講 我得標了 出太高 他本來是想說年終才要出國嘛 一聽到小時的價錢 馬上現在先出再說 這就跟什麼你知道嗎 最近台積電又爬到620幾了 很多人二話不說 先提槍先跑再說 我等不了他到650了 我們要情緒勒索他嗎 不要 不要情緒勒索他 小朋友在不要 小朋友在不要是不是 好啦那我們接下來就處理下去了 趕快把它弄一弄 不要耽誤人家全家 全家大小都出動了 其實是我被情緒勒索 你講話最好是 我還幫你拍 欸等一下會說不準拍喔 來我來看一下 他這個就是他的 哇 欸這好像手錶的盒子耶 好 當初是兩隻 一黑一橘 然後來看一下他的資訊 完蛋了 年紀比我小 小孩那麼高了 啊我小孩咧 要不是發生 那天晚上發生那件事情 很危險 對不對 有小朋友在不要再講話 那我就先寫一下合約 然後我再跟你講 後續的那個 好沒問題 好搞定了 那個車機 聽說是Google的系統 Google系統聽起來好像還蠻好用的耶 如果你在用Google Map的話蠻好用的 連那個都是Google Map 地址都是Google Map 對 欸我覺得Google系統不錯耶 但是不方便入境 我們就在那邊謝謝王先生一家 謝謝 然後也祝福他們到國外去外派吧 算外派 一切順利 小朋友去回來當一個假ATG 不是 年紀這麼小可以去國外看看 真的是不錯 我們當初也沒那個機會 不然我們回來也有 對不對 你們中文是怎麼講 我不太會講你們中文 不好意思我從小去國外 跟我阿嬤 我阿嬤是一堆 好啦謝謝他們 也祝他們一路順風 好吧那也這個運氣很不錯 在我們想要的價錢裡面 買到我們想要買的車 跟觀眾朋友分享 那大家就期待後面的試車 Let's go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包機方向盤 唯一有溫度的改裝品 Ultra Dash 地標最強的Dual Lens 身為一個有Sense的男人 除了重機 敞篷車 當然 少不了 ServeShark 對 沒錯 就是你想的這樣 今天ServeShark VPN 鯊魚乾爹 又來啦 ServeShark VPN 是一個虛擬的私人網路 但是它提供強大的隱私保護的功能 透過ServeShark VPN 我們可以隱藏自己的IP位置 保有隱私去瀏覽網路 不用擔心個人資訊會被外界監控或者是追蹤 讓我們在網路衝浪的時候 可以享有真正的自由 另外ServeShark VPN還提供 不限裝置數量的服務 無論我們在哪裡 用什麼裝置 都可以盡情的享用ServeShark VPN 帶來的保護與便利 此外 ServeShark還保證30天內不喜歡 可以無痛退廢的機制 讓你放心的使用 不滿意 包退啦 除了VPN ServeShark還推出了Antivirus的功能 能夠檢測還有阻止各種 惡意軟體跟病毒 確保我們的個人裝置和資訊 始終都是保持安全的狀態 為了我們提供更全面的保護 包括了網路攝影機的保護機制 間諜軟體還有惡意軟體的防護等等 先進的功能 並且定期都會更新 讓你使用的時候更加安心 總體來說 ServeShark VPN 是一個網路安全的得力助手 再加上ServeShark Ontivirus的功能 就可以讓我們安心的 在多彩多姿的網路世界裡面 盡情的探索 沒有後顧之憂 現在就點擊 小絲汽車專屬連結 就在我小絲的下面 欸 或者是付費的時候 輸入優惠代碼 SSCR 除了價格有打折之外 還能夠獲得額外 三個月的免費延長使用喔 這麼好的VPN哪裡找 當然是ServeShark VPN 還不趕快處理下去啦 雙馬達欸 雙馬達是怎樣 四輪傳動 雙馬達應該就是吧 前面一個後面一個 這個好棒喔 Google系統還蠻屌的 我們之前有什麼 拍過什麼車是Google系統的嗎 各家都是開發自己的 對啊我覺得用Google系統 不是很棒嗎 為什麼大家要這麼的堅持 不要開發自己 不想給Google收錢 不想給Google錢 這樣玩家不倒翁欸 蠻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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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幣太厚 把我頭一直晃 欸你看它這個還蠻貼心的喔 它自己還做了這個 這應該自己做的 我覺得這不是原廠 它做那個隔板 隔板 我們要不要猜一下它是什麼星座 為什麼那麼龜馬 說一是一 說十二是什麼星座 說天秤座 沒有天秤座沒有那麼龜馬 我們要不要猜一下它是什麼星座 我覺得它把事情都辦得很 景條有序 有條有理 對對對 景然有序有條有理 什麼景條有序 它資料都準備得非常的完整 再加上說它還把自己的這個 車子為了要放一個鑰匙 它自己去割了兩個壓克力板 應該是壓克力板 這看起來不是原廠的東西 有什麼星座是這樣子的個性 你猜一個我猜一個 我想 我猜完了 你猜什麼 天秤啊 我猜金牛 還有包括那個剛剛對談的感覺 好 求證 會不會兩個猜錯 天秤座沒有 天秤座很親菜 你在我面前 你猜天秤座的問題 你好 不好意思喔 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 可以 請說 那個您是什麼星座的 天蠍座的 幹 我猜錯了 你們猜錯了 你們猜對了嗎 我們猜錯了 可惡 我猜金牛要猜天秤 我是覺得天秤是一定錯的 絕對不是天秤 可是應該是天秤 對對對 你車上的那個 杯架的壓克力板 是你自己做的嗎 不是 那個是 那時候後面那個貼紙 車友 是車友喔 哎呀 哎呀 我還以為 你龜毛到自己去做壓克力板 為了放 放鑰匙 我想說 那是你自己去割的 好 沒事 就這樣了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好 掰掰 天秤座會這樣嗎 我天秤座不會啊 不會啊 不會整理東西成這樣啊 那應該是老婆幫他整理的 屁啦 你不要自己找台階下 反正一定不是會是偏僻 好啦 那我們就 研究一下 因為我今天有問網友說要吃的嘛 那個網友跟我們講說 英王肉圓跟許二姐 鴨肉飯 那我們就先去鴨肉飯 因為他說鴨肉飯 旁邊就有停車場 好啦 那我們接下來就往 鴨肉飯去了 耶 來看一下 網友推薦了 有鴨肉麵 鴨肉摧粉 鴨肉飯 鴨肉 炒青菜 我吃鴨肉摧粉 小的 你要喝湯嗎 好 好 我們就點了一個摧粉 鴨肉飯 炒青菜 下水湯 沒了 會不會被笑 說啊 你沒有 你不會點啊 看 點錯東西 為什麼還有大湯匙 趁阿呆的湯喝 下水湯 很鴨 它很鮮很甜 這些 炒秋粉 對阿炒秋粉 是乾的 我以為是 我一直以為要吃 所以我沒點燙 這個應該就是生意很好 東西應該很新鮮對不對 我們這樣子 6百塊 這樣便宜來貴了 其實也還好 因為你有拿一個鴨腿 鴨腿可能就100啊 對我有拿一個鴨腿 那有名的應該就鴨吧對不對 對 吃一下原味 煙的啦 煙燻味 煙煙的 肉很新鮮 因為這個肉很怕什麼你知道 泡泡 泡泡不會怎麼樣 泡泡是什麼 乾柴啊 渣渣的這樣 開柴一點 我看它肉很有彈性很有水分 我看這邊聲音真的蠻好的 對啊 聽說平常這個時間也要排隊 那今天可能天氣比較冷 也要少人來 然後我要拿一個是乾吧 這應該是乾 它沒有過分的調味啦 只有這個吃起來有煙燻味 其實它這個滷的味道都很清淡 所以才不參加 對 它這個滷的並不是非常滷的 它有香味 有香油的香味 應該是後面才淋上去的 可是有些人不喜歡吃煙燻的味道你知道嗎 對啊 有些人不喜歡 但是它的煙燻沒有非常的重 入口那一下有而已 你吃了以後其實就還好 不是燻的非常重的那種煙燻 好 試一下這個吹粉 來新竹要點吹粉 非常Q 甜甜的耶 它的醬料甜甜的 醬料 來新竹點一下這個 試一下要帶的 鴨肉飯 看是粒粒分明還是黏在一起 現在這個節骨眼做美食 不太對喔 不太對 粒粒分明 好 你叫別人來吃我不知道 我吃是粒粒分明 現在要講清楚 有沒有 粒粒分明吧 我吐一顆出來給你看可以了 黏在一起應該吐不出來吧 它是屬於那種讓 有點濕濕的滷肉飯 就是它的醬料比較多對不對 濕濕然後會黏黏的那種 對有膠質的 嗯 然後菜也蠻辣的 鹹鹹鹹鹹鹹的 對它不知道為什麼 而且它還特別標出說 菜一定是有辣 對 很神奇 對 對啊 乾麵 辣 人家說炒鴨血一定要點 可是我們沒有點 我剛剛看別人好大一盤 對啊就酸了 鴨皮太胖我不喜歡吃 可是它的鴨皮真的很Q 很厚啊你看 對啊 這整層都油脂 這整層都油脂 誰說新竹是美食沙漠 桃園才是吧 問新竹就是封城跟麥當勞 有人這樣回啊 有 我問車主的時候 他還跟我說麥當勞 來新竹就是要吃炊粉啊 對不對 香 香大於辣 一點點 欸加的很好吃 然後裡面鴨肉 炊粉好像就一塊 兩塊 一份 小份的 發脆 它放的是嘴 嚼勁 其實我不太喜歡吃這種 剁的雞或是鴨 因為我不喜歡在咬的過程中 會吃到碎骨頭 喔 你覺得很麻煩對不對 不是很麻煩 會 無預警的牙齒咬到那種感覺很差 他們做一定會做到一些碎骨嘛 對啊 對啊 那我一咬到一塊 幹 很爽 然後又送了一個麵來 而且麵有一點像烏龍麵 烏龍麵 就斷掉了 不過這次應該是油麵 老闆娘 說很好吃就一定要試吃 怎麼吃得完啦 偏軟喔 看得出來嗎 看得出來 我這個如果在講粒粒分明 幹誰信 它這有點那種大麵羹的感覺有沒有 就固固 固固 對對對 我們 欸上次大麵羹是你跟我去吃嗎 對啊 對啊 他故意把兩塊肉放在上面 而且他 不挑骨頭 他挑肉多的 他挑肉多的 對 老闆娘 怎麼會做生意啊 怎麼會做人啊 怎麼會做人啊 應該有人喜歡吃麵條是這樣子的吧 就是 粗 粗 它比油麵粗 比烏龍麵細 你剛剛說完全不用嚼嗎 也不行 還是要咬 才會斷 但是就是軟 但是不是爛爛 我是喜歡吃硬的 老闆娘拿這個上來不對 這個才對 麵跟米粉我比較喜歡吃米粉 因為嚼嚼比較香 對啊 炒麵本來就是這樣嘛 對啊 可是這個湯比較少耶 炒米粉比較少 對對對 因為炒米粉它沒有辦法 那個湯汁我收進去 米粉會補掉 哦 它這五是不一樣的 這個麵 因為我們是特製的麵 就是故意要讓它吸一點湯汁 對 它吸入 才有味道 湯都是那個 原汁的那個 滴肉下來的那個 鴨 鴨湯 大骨熬製的 哦 所以它湯是很鮮甜的 難怪那麼甜耶 我剛剛吃這個炒米粉 我還以為它的 是它的調味料甜 對 是我們的湯 是鴨的湯汁甜 對 那我們每天用鴨用蒸的 然後那個蒸溜下來 哦 會滴下來 就會跟那個大骨熬製的 那我們這個鴨肉是先蒸過 對 先蒸過 再燻 再燻 哦 難怪 我想說裡面怎麼會 水分很飽滿 而且我們重點是 我們每天都是 活體啊 活體的 對 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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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 謝謝 謝謝老闆娘 他還需要什麼 謝謝老闆 不用不用 謝謝 謝謝老闆娘 你怎麼不夠叫老闆娘提做呢 不然他有 沒有啦 讓 讓 讓 一聲啦 二姐太好客了 拿了 鴨翅 然後我說 欸 他沒有鴨蛇嗎 還要放進來鴨蛇 他最後拿這碗來 真的是不行 好險阿呆還 蠻喜歡這個麵的 所以 還有吃一些 他也很客氣 他說他吃不完不要吃 我只是給你試吃而已 但我們就把裡面的那個肉都吃完 因為真的 他這個最後送來 真的吃不下了 我們還打包了 好不好 那我們來去找二姐拍照一下 對啊 我們就可以撤了 好 謝謝 阿虎阿虎 來來來來 我幫你抓 我幫你抓 他叫我吃了 要吃要想著他 我不用 我沒有吃也想 對啊 對啊 好不好 大家有來新竹好不好 來找二姐 二姐本人 你來你就說我看小師來 送兩根舌頭 他舌頭常賣完 但是沒關係啦 這重點要有舌頭送 沒有舌頭 二姐會跟你聊天 用我的舌頭跟你聊天 這樣我不會想 謝謝超大 好網友推薦 許二姐 成功了好不好 整體我覺得而言 他不是只有排隊名店 東西真的有水準 但我覺得他東西真的有偏甜 舌頭有點麻麻的 你說會不會推薦 我覺得可以可以吃 我們今天沒空了 我們只能吃一攤而已 英王肉圓還沒吃到 太晚了 太晚了 下次啦 下次啦 4點多從新竹開回來開到7點 差不多從台中回來 還超過了耶 對啊 嘉義去了 好不好 對啊 不要說新竹是美食沙漠 我覺得不錯啊 然後我馬上去買了那個 黑貓肉包嘛 買回來給大家吃 買個50顆把人家店都買完了 價還沒有開下來 我留一顆給他賣了 你說那顆飯那顆給我現吃 哈哈哈 開心啦 新竹 車也買了 東西也吃了 還帶伴手禮回來了 對不對 唯一的缺憾就是 買太貴 我在那邊不好意思說耶 175 我們買175對不對 嗯 原廠估165耶 原廠賣200多耶 你去原廠那中古車部 看他賣多少錢 他賣200超過耶 這也是蠻狠的 所以我們回來 我們收175賣198 賺個二十幾萬這樣 合情合理嘛 不然你去原廠買200多的啊 好啦 那之後再跟大家分享 那開起來的感覺啦 基本上今天 開起來的感覺就是 蠻晃的 那種會有彈簧的感覺 還不是那種 緩慢坐船型的 它是那種果凍型的晃 然後這個跟車 我覺得 煞車有點急 所以你可能要把這個 距離拉的 我拉遠一點又好一點 可是距離拉遠 你在塞車的時候 人家就一直插一直插 你知道嗎 不過塞車蠻好用的 我們塞了兩個多小時 事實上 我的腳沒有用到太多 因為它 塞車是沒問題的 只是如果萬一禁止了 啟動油門要再來補一下 所以其實整趟下來 我這個塞車 我覺得 幫助我蠻大的 跟阿呆在那邊卡後欄 在那邊聊天 就差沒有 拿IG出來刷了 不行喔 要上金玉 記得訂閱留言 分享開啟小鈴鐺 下次見 喜歡小吃吃美食 要記得留言讓我們知道 我們就多拍吃美食的 我們就 小心一點講話就好了 下次見 掰掰 來 這很漂亮 我拿這個 你是買太陽眼鏡 太陽眼鏡 對 所以你要把它帶到 國外去嗎 對對對 小朋友也想帶 發陽光 發陽光大了啦 吃鹹水再回來了啦 變進口的啦 我那邊還有幾百支 麻煩你一併幫我帶過去 再帶回來 我就變進口的 哈哈哈哈 這裏 左邊好看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風機方向盤 唯一有溫度的改裝品 Ultra Dash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 2 2 3 3 4 4 4 感谢观看